今天 发生了一件理期时间 我整个人现在都是很懵的 因为最近庞庭有买快递 然后我就没有多想就去拿了 然后我看到包装盒上的姿势写的 啥子啥子 辣酱班牙 嗯 当时我就懵了 我没有买这个东西啊 因为庞庭平时很闲 然后也不爱结交朋友 按理说的话 不会有什么粉丝啊 或者是朋友给我寄东西 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这里的具体底子 我好害怕拆开是一个炸弹 蹦 这个嘛 其他的话我都 我拆开的是这个吃的嘛 这个 还是有点纠结哈 嗯 我们 先打开看一下 然后后面我再发个朋友圈问一下 是谁给我有几点 不可能事件 只有我妈那孩才消掉我底子 但是我妈那孩过有东西 他一般会提前通知我 不会说是那个悄悄悄悄的 嗯 我们现在先打开砍一下吧 就是能够带一个包裹 然后我们现在拆拆砍一下 鱼汉子收十块钱 真的是吃的 我的天哪 难道是老天 看房间是谁太熟了 然后 嗯 空头一个蒋班牙来烤了一下我妈 他这里还有一个单子 还挺贵哦 八十多块钱一包 然后有两包 然后有两包 然后是 也有没有打两包 应该是一个蒋香和一个麻辣 然后我们现在拆开砍一砍 真空包装 我感觉 这个应该黑大一只 有点像那个 恐龙排骨的形状 晚点看不出来 味道还可以吧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快递 到底是谁寄的 胖婷真的不知道 会是你们吗 可能性应该不太大吧 这位朋友也知道 胖婷的喜好 我很喜欢吃辣的 然后这个蒋班牙也是非常辣的 感谢网友们 或者说的朋友们 给胖婷偷吃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它全部吃光你 相信我 感谢你 这位神秘的朋友 拜拜 我要去整理一下了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给我寄的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给我寄的